高雄有名仲道知名的卖场买了自制的品牌沙奇马 从包装四周看 每个沙奇马都有很多的葡萄干 但是买回家打开一看 非常的失望 因为呢藏在中间的沙奇马 不是没有葡萄干 就是只有一颗 沙奇马有过烂 你看这里都是葡萄干 四面都有 两面都有葡萄干 结果打开包装拿出来的 中间 没有葡萄干 民众到知名卖场购买卖场自制品牌沙奇马 从包装往内看 乍看之下两面都是满满的葡萄干 不过打开一看却让人失望 也是没有 你看 根本是炸鸡的行为 民众痛批中间的沙奇马都没有葡萄干 根本就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记者时机到卖场购买同款沙奇马解释看看 这个没有 这个也没有 我们实际买一颗沙奇马回来测试看看 发现两旁确实都是布满葡萄干 不过里头打开来一看 确实跟民众投诉的一样 都没有葡萄干 除了这款沙奇马 中间的部分完全没有葡萄干 就连这种成袋的沙奇马 翻过来背面一看 也是空空如也 这样子就是让消费者看而已 然后吃就变成是只有几颗主要干 已经请我们采购这边呢 跟我们的合作制造的厂商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在它的制造过程当中是在搅拌料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说要需要加强跟改善的地方 虽然卖场解释应该是制造过程的瑕疵 不过包装上的图片跟外面看得到的 还有藏在里面的葡萄干量落差相当大 也难怪消费者没有信心 中央新闻良家我们薛惠文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